寻常的联盟体量中 根本不可能见到天舞者的踪迹 可这一次 这一战场中十几万人 和都将徐昂刚刚那一剑爆发出的威力 看得清清楚楚 战士们都已经被吓得怀疑人生了 不管他们是哪一个阵营 徐昂带给他们的震撼都是对等的 天舞者这个名字 对于整个营州大陆的执法者们来说 都是一个传奇 整个大陆加起来 能够获得天舞者名号的人 也不过几十个 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在任何一个联盟主城当中 都能够享受神一样的待遇 现场这些执法者们 绝大多数都从来没有 瞻仰过天舞者级别强者的尊荣 而这一刻 当徐昂一剑爆发出 他原本威力的一刹那 所有人终于明白 眼前这个一度被周围联盟 捧为传奇一样的神秘人物阿扬 毫无疑问 就是一个真正的天舞者 徐昂对这些虚妄的名头 当然没有任何感触的 他来这里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借助诸三一脉的执法者势力 为自己铲平一同北域西部的全部绊脚石 毫无疑问 当这一件力量完全爆发之后 徐昂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因为战场对面 农武所带来的农道联盟 所有的执法者们 早已经彻底失去了战斗的欲望 他们很清楚 面对一名天舞者 就算是再多的人头 也毫无意义 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 没有人能够阻挡天舞者的脚步 他们就像是整个大陆的守护神一样 他们的命令自然就是神的旨意 当神命令你灭亡 凡俗的众生已然别无选择 行了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不过你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你无法完成任务的话 我将代替你全程接管整个战场 徐昂话音一落 气定神贤的吹了一个口哨 跨下火焰狮王再次跟了上来 拖着他腾空而起 背后两道火焰凝聚而成的璀璨羽翼 化作一道流光 只一瞬之间便消失在了农武联盟的主城当中 不知是不是上一次在拍卖会的消费经历 让徐昂养成了购物狂的习惯 手上没钱就会让他觉得不踏实 因此他现在多了一个娱乐方式 那就是肆无忌惮地扫荡每一个被自己征服在脚下的联盟势力的藏宝库 为此 徐昂在自己的储物空间当中承载了数不清的巨大麻袋 专门就是为了运送整个城邦宝库内的金卡之用 农武联盟主城内原本就已经因为战争的降临 人心惶惶的战士们完全懵逼 他们相信自己眼前看到了那一道光根本不是幻觉 可如果问起来谁都说不清楚 刚刚那一道光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 彼时 主战场当中在得到阿阳命令的朱三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直接对着麾下这些执法堂战士们下达了死命令 兄弟们 天舞者大人的命令已经下达了 你们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给我不顾一切的征服这片战场 农武联盟一方执法团不选择投降的人 一律杀无赦 冲啊 寒沙声震天动地的响起 这种脏活累活 徐扬自然是不懈亲自动手去做的 更重要的是 如果他出手的话 暴露出更多强大的底牌 会过早的让自己的名声传到中域皇朝那边 从而影响了徐扬稳步发展的计划 因此只要能不参加的战争 徐扬尽可能都不会参加 而是让原本应该出现在这个位置的这些执法者们去战斗 竹三并没有想到 眼看着半个小时的时间已经所剩无极 原本自己一方已经全盘掌握了战场的局势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声音 自远空当中迅速靠拢 我倒要看看 是哪些人这么不开眼 胆敢侵犯农武联盟 是在挑战我们的尊严吗 很快 无尽的黄沙席卷而来 马蹄声充满着令人沸腾的压迫力 直到竹三一方阵营 一众执法者们视野的尽头 出现了全新的轮廓 大家终于才开始慌张了起来 突然赶到的这一伙人 正是农武陨落之前 下达的持缘命令换来的结果 竹三做梦也没有想到 原本农武那家伙 已经是强奴之末了 却是一下子将周围几个林邦联盟的 几乎全部执法者势力 一并拉拢了过来 启禀大将军 情况不妙 我们现在只有五万多人 算上之前农武联盟投降的俘虏 加起来才不到七万 可是这一会儿 持缘军来了足足二十万人 这可要我们如何是好 竹三听了手下回禀的内容 属实也是一脸狂悍 他不怕这场战斗 无法战胜对手 害怕的是 自己没能完成天舞者阿阳 交代下来的任务 而遭到惩罚 好不容易有一个天舞者级别的大人 肯相助于我们 要是拿不出亮眼的战绩的话 我们这一脉肯定会被天舞者大人看扁的 如果失去了天舞者级别强者的支持 那么今天这一战 我们都将凶多吉少 竹三勃然大怒 当场直接折断了自己手中的这把长刀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这一战谁要是贪生怕死 老子第一个先磨了他的脖子 今天就算咱们这五万人全都战死沙场 只要天舞者大人没有怪罪下来 有他在 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可如果我们贪生怕死 就这样葬送了战场当中的一些优势 得罪了天舞者大人 那我们联盟日后将会遭到其他几大联盟的围攻 我们这一脉在整个北域西方 江湖立足之地 不得不说 这个朱三作为该联盟的大将军 他的战略眼光和智商等方面 都是很值得一提的 就他刚刚说出来的那番话 寻常人就不具备这样的眼光